不只是政治运动 学者分析习近平做出最坏的打算 美国军情高官谈台海局势 揭露共军的弱点 批大学生满脑子殃国证 中共官员提案遭嘲讽 北海盗强阵专家提醒 要注意未来一周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汉药文 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在2月26号开幕 会议内容除了给下周的中共全国两会确定换件名单之外 最重爆的议程是审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在中共内忧外患之际 习近平伤筋动骨地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学者指出背后是有明确的目的 根据明报稍早前透露 这次机构改革的重磅内容是围绕着国安部门 以往归属于国务院的安全部门被拿了出来 改为直属中央领导 整合国安 公安 反恐 移民等等 成立一个内务部 可能会交由王小红领导 自身媒体人严成沟27号发文说 如果这个消息被证实 那这次机构改革的力度之大 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中共目前面临复杂的险峻的内政外交形势 习近平为什么要动这样风险巨大的手术呢 严成沟给出的答案是 习近平在做最坏的打算 准备要对外交战以及对内镇压 他进一步的分析说 中共最近公布了新的兵议制 而与俄国结盟是迟早的事情 在台海的擦枪走火更是不可避免 要打仗就要有战时体制 这就需要内务部来对内侧应战争需要 负责统一部署调度 避免不同的部门互相之间扯皮 内务部直接向习近平负责 避免耽误战争机器的运作 在对外准备打仗的同时 对内也要准备血腥的镇压 现在中国遍地的民怨 城市大量的失业年轻人 农村有天文数字的返乡农民工 随时都可能启示造反 如果有各省自行的镇压 可能力量不够 因此习近平成立新的内务部 集中调度镇压机器 及时处理危机 法广在报道习近平机构改革时 也注意到 习近平从三连任之后 就流露出强烈的不安全感 在习近平的二十大政治报告当中 安全这两个字 足足出现了73次 最近他主控的这场机构改革 更是把国安机构改革当作重中之重 不仅如此 中共中纪委书记李希最近的讲话还提出 要坚决清理门户 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放心 这侧面的就透露出习近平对安全问题并不放心 从李希这次的公开喊话 要清理门户的时机来看 习近平之所以感到不安 除了因为意识到民怨和国际压力与日剧增之外 也与中共内部出现强烈不满有关 根据党媒央视的消息 李希在24号 也就是二中全会和全国两会召开的前夕 在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 杀气腾腾的表示 要打造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并说当前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就是清仓起底 全面处置线索 刀刀向自己 主动说清问题 坚决清理门户等等 这被认为是对中共内部发出强烈的恫吓 当然是配合推动机构改革 同时或许意味着一场新的政治运动要到来了 这些都是中共面对内忧外患 习近平想出来的解决办法 但恐怕不能如愿 严成钩认为 目前中共面临建政以来最危重的局势 以前中共几次危机都还有解救的办法 比如三年大饥荒 三字一包来解救 文革之后 经济崩溃 用改革开放来解救 八九六四以后 维持中美关系解救 但是现在所有的解救之道都被习近平自己给堵死了 所以他只能是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让台湾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最近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表示 虽然情报显示 习近平下令共军在2027年之前完成攻打台湾的准备 但是俄乌战争让习近平对是否能打下台湾产生了疑虑 同时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公开表示 中共在两栖登陆作战方面的经验还不如俄罗斯 希克斯2月25日通过官方推特账号发文说 两栖登陆是难度最高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无法再陆路取得成功 希克斯更是警告北京说 记住这种两栖作战的挑战性有多大 而且中共的军队在现代战争方面的实践经验 没有俄罗斯那么多 不要轻易的对台湾开战 希克斯的观点颇有代表性 新加坡前外交部最高官员比拉哈里考斯坎 之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也说 两栖作战超出了中方的能力和经验 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是最难的军事行动 习近平和普京结盟也没有掩饰对台湾的野心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把解决台湾问题 当作是说服党内 接受他三年任的借口 随着中共内政外交陷入困局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警告说 北京可能用对台湾开战来缓解内部的压力 这让台湾在过去一年来 时常被形容为下一个乌克兰 不过中情局长伯恩斯24号 接受CBS访问时表示 中情局不认为习近平已经做出侵略台湾的决定 而且美方研判 习近平和军方高层对能否拿下台湾仍然是有疑虑的 博恩斯还提到 习近平是全球各国领袖中最注意俄乌战争进展的人 而他为自己看到的情况感到不安 博恩斯也证实 中共高层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 每年中共两会期间 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的奇葩提案 都会引起民间和舆论的争议 今年也是不例外 全国政协委员尼敏景提案 鼓励中国的学生们挑战科创企业 不要满脑子央国政 也就是不要总是想着进央企国企当公务员 这番话点燃了中国网民的怒火 根据陆媒的报道 中央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敏景 在全国两会的提案中说 现在不仅仅是大学生求稳 中学生都在求稳 人生目标就是稳稳的生活 所以一方面要提高大学生的就业适应能力 另一方面要鼓励大学生 不要满脑子央国政 做公务员进入以后一眼就看到头了 但在科创企业里 前途是看不到头的 很难想象的 这个消息很快就冲上了中国各社交平台的热搜 中国网民吐槽说 你子女在什么岗位上 你下来我做你的 有人说 看了评论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真是油盐不尽 百毒不侵 这我就放心了 还有网民指出 为什么大家挤破脑袋 要考公务员 要进国企 因为这些工作能带来名誉 福利 社会地位 高工资 高保障 腾讯网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鼓励大家下海 也要看海里有没有鱼呀 如果不选择稳定 每个月的房贷 生活成本该怎么办呢 资料显示 近年中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 屡创新高 2023年 近260万人报考 最热门的职位 2万人中选一个人 平均算下来 使60个人竞争一个岗位 当地时间25号晚间 日本北海道地区 发生理事规模6.1级的强烈地震 连东京也有震感 有专家表示 北海道一周之内 很可能会再次发生相同规模 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地震 根据日本媒体NHK26号的报道 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 古村龙指出 从位置和深度来看 25号的地震 似乎发生在太平洋板块的内部 虽然发生在较深处 但是离陆地很近 另外 这次地震的规模 也不像该地区早前设想的 会发生地震规模那么大 也不符合相关的分析 古村龙表示 由于镇央串路窗附近 曾经发生过大地震 预计这里会发生规模 7到8级的地震 且在未来一周之内 更可能发生和25号相同规模的地震 古村龙提醒民众 应继续做好准备 不要忘记有发生更大地震的风险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